耶稣是神的 不仅是这个经文 其他经文也说是神 门徒拜祂的 耶稣是真是神 但当我们直接说 我的主 我的神的时候 祂向着天上的父 而不是向着耶稣 那我们怎么回答他呢 我们从经文怎么知道祂向耶稣说呢 因为《语言福音》是门徒所写的 门徒根本很知道犹太人的信仰 圣经的信仰就是独一的真神 当他写一句话 我的主 我的神 人家就会误会他说耶稣 如果耶稣不是神 他就会说 于是多玛就向天赞美神 就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他唯一要澄清 应该会这样说 就不会这样说 我的主 我的神向着耶稣所说的 所以 这个很自然地 在文字上 他是应该向耶稣所说的 就不是向天上的父所说的 我的主 我的神 因为如果他向天上的父说 约翰应该澄清 因为约翰也不想人误会了 如果耶稣不是神 他也不想人误会了 因为很清楚哪个人是神 圣经很清楚 譬如在启示录 当约翰也是这个约翰 想向天使跪拜的时候 你知道天使怎么说的 不要拜他 不要拜他 因为我和你都是仆人 所以圣经很清楚分明哪个是神 哪个不是神 但是这里他说 我的主 我的神 如果约翰 他那么清楚 天使和神是不同的 同样在这里 他也会告诉人 这个是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主 我的神 耶稣就跟他说 你一看见我才相信 那些没有看见我的信 就有福了 就是说 我们虽然看不到耶稣 以后这么多世代的人 看不到耶稣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的 我们是可以经历到他 有很多人没有研究这些证据 不过他就是信耶稣 他又感受到平安 他就相信 这个也是不错的 没有错的 你不要说 你又不知道证据 很多证据 你不知道 这个是不错的 不过我们知道证据有什么好处 对 和别人解释 尽量不要辩论 一辩论 当两个敌对有什么后果 那个人是要坚持自己的 对 因为你越辩 他就越要证明他是对的 最好他一直在怀疑的时候 对 你想得好 你也有这种怀疑 我也有过的 我也试过的 他听到Douger的说话 你也试过 是很自然会怀疑的 是的 是的 他又会跟你 按他的策略 你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跟别人 尽量不要辩驳 尽量按他的策略 但是这个毛病 我知道人也会犯的 我自己也会犯 求止帮助我 小心这件事 尽量去听别人的感觉 好了 以下说出几件事出来 给我们思考的怀疑 人们怀疑什么呢 第一 就是有没有神和天堂地獄 你有没有怀疑过你死后 不是去天堂 不是去地獄 不知道去哪里的呢 有没有想过 因为不是 什么地方都不去的 消失了的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可能都会想过 如果你有想过 我希望你会去处理了 处理 真的有天堂地獄的 你现在肯不肯定真的有天堂地獄呢 肯不肯定有多少个肯定 我希望大家肯定 肯定之外 你肯不肯定你去得天堂呢 你不肯定 那你想不想去得天堂 你知道圣经有没有肯定说 如何去得天堂吗 圣经是说了很清楚 只要你愿意 那如果你说 我明知有天堂 我明知有地獄 都没所谓 不要紧 我去地獄都没所谓 烧一下而已 做巴菲桥也不要紧 你会不会这样想呢 并且你不单止自己不做巴菲桥 你只要救其他人不要做巴菲桥 是吧 即是你能够你自己得救 并且你看到周围的人的软弱 你就救他 是吧 这个很重要 所以第一 你有没有怀疑这种事情 第二 神是否能够帮我们 很多人就说 我要读书 读书才有前途 是吧 但是呢 用了时间回教堂 那天早上可能可以读书 读了很多的了 那就应该留在家里读书 那你觉得耶稣不是帮你的呢 你觉不觉得 即是你回到教堂 耶稣是否帮你呢 是否值得那时间去亲近神呢 值得 那些问题 那些好像 可以经过神禮 神会给到你智慧 那样可以当你读书都会信尊而来 是的 其实呢 神的智慧 比较人的智慧更加重要 就是你看我就是一个版 看Alex Lowe有一个版 你看Alex Lowe记得多好 记不记得那天他来的时候 记得多少东西 记得到 你看我学好东西都很快 但是我用时间给神 但是神会给我聪明智慧 但是神会给我聪明智慧 即是你都可以的 你要做一个 你叫神 我相信神在凡事帮我 譬如我见供 别人会听到我见供的时候 真的会改变 譬如我自己考远牧的时候 你知道远牧的那些呢 他是对于 传统福音派的牧师 是很怀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传统福音派的牧师 是会传福音的 所以他们是很怀疑的 但是他一百个人排队 一百五十个人排队 他居然找了我 这个就是神的Favor 在他身上感动他 让他看到我的对话 其实当时 你猜我跟那个人怎么说呢 我跟他说 我说 他讨论我 讨论之后 我问他 我说你讨论我怎么样 他说 他说 你没有说你的问题出来 我说 我又不知道 我说 他说你做软木 你会面对的问题 他面对他的问题 他讨论他的时候 我说 你想知道 我心里面对他说 你想知道 我说 其实我以前 当我见到病人 我试过去探望病人 看到他 面色非常瘦白 手指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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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听完我之后 他觉得 我这个人很坦白 能够将我的感觉 说出来给他听 很愿意说出来给他听 可能这样 他就通知另一个医院 去告诉他 这个人 当医院需要人的时候 他就通知我 我觉得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并且有这种 接立自己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神是帮你的 有些人怀疑神帮不帮我们 我要赚钱很重要 其实神可以为我们预备功 你也听我说 神要为我们预备功 第三 还有神是否喜欢我们 爱我们 很多人说 那么多灾难 神对我们不好 最近有个人跟我说 那么多灾难 我就用这个比喻 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比喻 那些树和树枝 树枝分开是否会枯干 就是因为人和神离开 所以人会有很多不开心 很多的罪 还有这个世界和神分开 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 神会用这些话给我们 要回到神 回到这个给恩典的神 就不仅是拿恩典 人只喜欢拿恩典 就是人和妈妈说 妈妈我要你 妈妈有什么给我 你有什么吃 但是吃完之后 就不跟他说话 如果你的儿子是这样 你会怎样呢 很多父母都听到 他会明白 如果我儿子只跟我说 妈妈我要钱 我要什么钱 我要买东西 从你说都是这样 那时候 妈妈前然会很伤心 神都是 我们只是拿神的东西 不要神 所以就引致我们 有那么多灾难 我跟他解释的时候 那个人明白 他信心是加强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种智慧 去答人的问题 好了 接着就是 神在困难帮不帮到我们 这是另一个 尤其将来在灾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怀疑 人们会怀疑什么 好事情 好事情 谢谢大家